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四下午的2点36分 加全指数间收盘小跌8点 你看一开盘之后 一下子也跌了50几点 可是慢慢的又回来了 回到平盘 收盘小跌8点 所以我跟大家讲过 这一期不是什么洪水猛兽 你不要用错误的观念去看这件事情 今天请问一开始要跟大家报告的 还是我们礼拜五的讲座 礼拜五晚上七点 礼拜五晚上七点 台北厂的讲座 演讲主题 千点行情大作战 千点行情大作战 那现场我会有一个红包送给你 这红包里面会有一个红包股 这支红包股 来协助你 让你能够赚大钱 来这支红包股 想知道什么股票吗 来你就知道 报名专线02-2321-9933 02-2321-9933 好 今天大家最关注的问题 莫过于什么 莫过于昨天晚上 让美国升息的问题 美国果然升息一码 你看在升息前开始一路走高 确定升息之后 反而一路杀低 售盘跌118点 那升息一码如预期啊 为什么会杀尾盘呢 因为FED在宣布升息一码之后 同时也宣布了 明年度2017年可能会有三次的升息 这个就出乎大家意料之外了 原本市场认为明年度 美国顶多最多两次 应该是只有一次而已 没想到现在发布明年可能会有三次 那他要讲原因 原因是因为 原因是因为 川普他的政策里面 他要怎么样 他要降税 同时要扩大公共支出 那这些动作都容易造就成物价的上涨 所以面对新的总统的政策 所以FED不排除明年会有三次的升息可能 所以导致股市沙尾盘下来 我个人认为啦 我个人认为这是打预防针啊 这是打预防针啊 因为如果说明年只升一次或两次 可是真的通膨上来了 有必要还要再多增加次数的话 那反而会造成市场的意外 对不对 那你事先先把话讲出去 让大家心里面有个准备之后 到时候如果真的这样做的话 那大家都没话讲了嘛 所以我觉得那是在打预防针的动作 那事实上会不会真的有三次升息 那又另当别论了嘛 是不是 你看去年12月17号 美国升息一马之后 也是预告今年会升三次啊 那事实上今年有没有升三次 没有嘛 只有一次而已 只有一次一马而已嘛 美国升息它有个基本条件 第一个通膨要到2%的年率以上 代表有通货膨胀的隐忧 它才会有升息的动作 第二个那是基本条件 这是基本条件 要在股市好的环境下嘛 它不可能股市跌了一千点两千点 它还在升息嘛 对不对不可能嘛 因为升息那种动作 其实是很敏感的 你要用得恰到好处 对不对 不影响总体经济 甚至于还有慢慢升温的效果 那样升息才有意义啊 所以它不可能说股市跌它还在升息 所以刚刚跟大家讲这两个基本条件 这是最重要的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美国明年到底会不会升息两 会不会升息三次 听听就好了 听听就好 我觉得这是在打预防针 那昨天美国升息之后 它的基本利率 0.5%到0.75% 还是很低啊 还是很低啊 就算让它明年三次升息好了 每次让它升息一码好了 那到明年底 美国的利率了不起 1.25%到1.50% 还是很低啊 你知道美国它的一个 长期年率的目标 长期的利率目标在哪里知道吗 美国长期的利率目标 是要往3% 往3%去升的 所以可见的还有很长远的路啊 还有很长远的路 你不需要自己下自己 目前还在0.5%而已 它长期是要到3%的耶 所以这个过程会拉很长 原则上在不影响经济活动 经济活力的情况下 它会慢慢做慢慢做慢慢做 这是这一点你务必要记得 好那昨天美国在升息的时候 有一个资讯 我不知道你们有注意到 你看哦 这是美国彭博 彭博资讯 彭博资讯 彭博大家应该知道嘛 你知道9.11的时候 美国纽约市市长是朱利安尼 朱利安尼两任下来之后 换彭博去接 目前美国的纽约市市长 就是彭博 彭博也是彭博社的负责人 彭博社在美国来说 它是一个全球相当大 而且相当知名的一个财经资讯社 他昨天讲了 预估台股至少还有5%以上的空间 预估台股至少还有5%以上的空间 不需要我讲的哦 是彭博讲的 彭博讲的 台股至少还有5%以上的空间 你知道如果5%的话 你知道如果5%的话 台北股社会到多少你知道吗 相当于9900点 相当于9900点 不需要我讲的哦 彭博说的哦 诶 我在前两天一直跟大家预告 千点行情 万点会不会来 千点行情 万点会不会来 我已经讲了我讲了 你看现在连彭博都跟我相呼应 彭博都跟我相呼应 那你想哦 现在还在9300 对不对 9300 如果到9900 还要700点的空间呢 还要700点的空间呢 你要不要用力做 你要不要加油 你想从现在到9900 赚个30% 基本的 要基本的 赚个50% 赚个50% 那要平本事了哦 看你轻轻轻轻轻水 那要平本事了哦 赚个一倍 也不是不可能 你只要你只是有狭站 你只要能够咬到轧空虎 你看我已经讲了很多打 轧空虎给你看了 对 arrive 轧空虎 明镜讲了好几档了 3406,郁金光 今天又创新高 120 从47标到120 你不过一个月时间而已 你现在跟家里还够担心 咬到嘎空股 你看空单不认错 多头就不会停 空单越来越多 已经8800张了 不会清不会白天啊 空单不认错 多头不会停 一路嘎上去 你只要买到嘎空股 赚个一辈不是太大难事 赚个一辈不是太大难事 3313 北辰也是 咬到空单 2400张一路嘎上去 今天又创新高 今天又创新高 很多档 我已经跟大家讲过好多档 总共冰川1569 这是咬到空单 3100张 高口银标到34块 都是好几倍的行情 目前 目前 三十档嘎空股 目前三十档嘎空股 三十档嘎空股 你只要买到嘎空股 赚一倍不是太大问题 5469汉宇博德 这是亚洲空单 现在四千七十三张 空单不认错 多头不会停 外资一直在加码 所以继续行情 你真的要用力 你要用力 你要用心做 连蓬勃都在预告 至少还有5% 你看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 台北股市今天 开低走高 回到平盆 亚洲股市的部分 今天也是 都是开低走高 你看日本 今天日本涨最多 日本今天一度大涨 几点 一百八十点 一百八十七点 今天日本创新高 所以我说美国升息 不要把它当成红水猛兽看 那是一个对的 而且是一个正确的做法 你看日本就没有受影响 日本从一万六千一 到一万九千四百三十六 已经三千三百点了 三千三百点了 涨幅二十个percent了 好强的日本啊 好强的日本啊 今天大陆还是稍微弱了一点 大陆还是稍微弱了一点 可是深圳股市 早盘一度开低之后 一度也涨了一点二% 深圳一度涨了一点二% 你看 彭博在讲台边股市将再涨五%对不对 可是他预告大陆股市上震 二十% 他预告上震二十% 那大岁很差得多 人家五%人是二十% 怎么可以让大小眼 这彭博公不是我讲的 是彭博讲的 大陆股市会不会涨二十% 今天涨了一下又回来 目前涨零点 大概零点四% 大陆股市这次蹲下来之后 会不会涨二十% 会不会涨二十% 我们拭目以待啊 涨当然好 我也希望他涨 我也希望他涨 可是很有趣的一件事 很有趣的一件事 今天护生二的股市 竟然大跌三点七% 今天护生二的股市 竟然大跌三点七% 你看深圳刚刚给大家看到 深圳今天是涨的 深圳今天是涨的 那你护生二S 护生二S 今天为什么是大跌的 今天为什么是大跌的 可见了很多人 看到美国股市 升息跌一百一十八点之后 就亂砍了 就乱砍了 就乱砍了 这个应该是跟大陆同步的嘛 对不对 而且是两倍涨跌幅嘛 大陆深圳今天 一度大涨一点二% 照理讲我们应该涨二点八% 怎么会是反而大跌三点七% 就说欧白做就是这样 欧白做就是这样 大家不要欧白做 自己不要乱做 你真的不会做 你跟着领和烟做 你真的不敢做 你带我做嘛 我们上个月 11.85买 涨到14.16 融资大赚48% 我跟大家讲过 压回买点注意 今天被砍成这样子 买点快到了哦 买点快到了哦 要注意哦 要搞哦 你如果真的不敢做 真的不会做 没关系 我们现在有 我们现在有优惠活动 一年一度的感恩大回馈 一年一度的感恩大回馈 买三送三再加三 一年最便宜的时候 利用这个机会 加入我们的行列 跟你一起来做 让我带着你做 让我带着你做 这个平均下来很便宜了啦 很便宜了 你看这一个月就48%了 融资48%了 大家不要欧白做 不要欧白台 不要乱杀 今天印度2X也是啊 很多人都乱砍 一开盘之后 啪啪砍下来 你知道今天一开盘之后 我就通知我的会员 所有的会员哦 所有的会员哦 19.80 等着低接 19.76 啪几掌 我们买在19.80 几乎是最低点 你知道从19.80到 20.3 19.80到20.3 你知道多少你知道吗 现股当天 现股当天2.5% 我跟大家讲过 这种ETF用融资做没关系 融资做的话 当天6.25% 你用融资的当天6.25% 评购表较好哦 今天上市规则1500加 涨幅6%以上的 不到20加哦 不到20加哦 我们今天印度2X 今天第一天出手 买在19.8 当天融资6.25% 苹果比较厉害 所以看你一样走 不一样走而已 对 印度2X目前失败底部 目前失败底部 失败底部 在主体中 在主体中 会不会上来过高点 现在全世界国家 几乎都过高点了 剩下它还没有过 剩下它还没有过 好赚的行情 重点还是要会赚 好赚的行情 重点还是要会赚 那么台北股市的部分 我们来看看台北股市 今天台北股市 开低走高上来 开低走高上来 我们今天一开盘之后 通知会员下去买一只股票 31块楼败 太半小的 又到31块败 当天就快2%了 当天就快2%了 今天大盘 蹲下去的时候 6楼败有没有 你们下去买 很多很好的机会 很多很好的机会 就看你会不会注意 福贞特别注意 从118 跌到21块钱 你看大盘这段期间 你看大盘这段时间 大盘这段时间是从6000 涨到9000 大盘对6000 起来9000 它竟然从118 跌到21 润金很烂吗 不是的哦 润金好得不得了 连续两年都一块市一块半 今年至少 3块2起跳 获利是翻倍的哦 获利是翻倍的哦 股价竟然是在历史低点 这股票真有学问 这股票很有学问 这股票很有学问 毛利率也是 5年来最高的毛利率 21% 对 负债都还蛮低的 既国表注意哦 会有30% 会有30% 会起50% 会不会涨50% 我们等着看哦 我们等着看 我们今年的股票 已经有 已经过期 已经8档 获利超过50%的 大部分都是80% 90% 因为我的一个基本原则 专挑高获利 高成长 低倍平底部 专挑这种底部的股票 所以除了没风险 你让行情一发动 只50% 50%再跑 自我选股上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方法跟逻辑 会不会再来天地九档 我们等着看 我们等着看 那汉语博德 这是嘎空股 这是嘎空股 外资局是在买 我昨天特别跟大家讲过6176 6176也是在养空的股票 你看今天逆势上来 58.3 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里面 外资买了4万张 包括昨天继续买387张 这段时间来内 中佣4万张 现在空单有2869张 有点 已经嘎到了啦 已经看空单全部都嘎到了 只是还没有嘎得很痛而已 接下来听清楚哦 只要再一块钱 只要再涨一块钱 只要再涨一块钱 必定喷出 必定喷出 你等着看 你等着看 打资局来报名 礼拜会晚上7点台北厂的讲座 千点行情大作战 现场会有一个红包 里面有红包股 里面有一支红包股 报名栽线 02 23219933 02 23219933 其他县市或者不方便来的 有事情没办法来的 直接加入我们 一年一度最便宜的优惠活动 年终大回馈 买三送三再加三 让你能源跟你一起 我们肩并肩一起来打拼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祝您操作顺利 本公司以望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